大家好 大家晚安 我們今天來看到一場是由羅斯對上 目前也是比較 比較難打比較頂尖的一個文明 那就是阿玉布 OK那 這個張地圖是我們的這個峽谷 我們簡單介紹一下這個兩邊的文明 那這個 今天看的是有比較接近 比較接近 一般 段位的玩家 也不算一般段位 一般段位 是比較接近一般段位 兩位 玩家都是征服者一 所以 具有一定的 質量水準 我們看一下東風谷這裡選的是羅斯 在左邊的這個方向 好那他這個開法也是 一樣是兩村蓋 沒有太多的變化 雖然說羅斯的這個 狗獵小屋有被更改一下 右側的話我們看一下這邊是 阿玉布 這邊正在下智慧宮 目前阿玉布這邊是補到七村 阿玉布現在目前也算是一個比較 還是算是蠻強勢的文明啦 雖然說在幾個版本 都已經有稍微被 修改的狀況下 但是其實我覺得 他還是 有一定的強度 還是有一定的強度 那基本上 像這樣子 真一的對局 我覺得 大家 反而要去多看 為什麼因為 你就看真三以上 或真三的對局 其實 呃 如果說我們位置也是在 大概白金 鑽石 甚至你說黃金 那我覺得 大概是看 鑽 三到 正一 我覺得這一個區段最適合 一般玩家先去做參考 那因為 這個會牽涉到一些 操作上 還有遊戲理解上的程度 就是遊戲理解你不可能一次 跳到馬上跟他們一樣 這是比較困難的 那 基本上就是會 建議就是從 鑽三到正一 EVEN你要看鑽二的 也可以 那 我覺得這樣子的話 會比較符合一般 你 比較快進步 比較快進步 的一個方向 好那 這個不是說真三不能看 不可以看 只是說你如果真的要參考 實際上你比較有可能 達到的 這個操作比較容易是落在 鑽石到正一 這個段位 好我們看一下 對方這個叫阿米亞 那 東風谷算是一位 兩棲的玩家 二代跟四代都有玩 那四代這邊 也是這一季 那這一季其實爬牌不容易 那也 爬到的 這個真一 然後 其實上一季 他就基本上他可以上 只是我覺得他是 他沒上而已 就是 可能 花的時間 這個 比較少一點 就變成沒上 那這一季我覺得他蠻快的 一下就爬上到 一下就 爬上來 大概一個多月而已吧 好 好那我們看一下 外部這邊是下了援軍 那 一樣是走一個 軍事偏店 軍偏接這個 經 經濟偏店 我覺得現在有一點 跟 軍偏接文化 開始有一點 落差 接文化大一波之後 他就會虛掉 接 經濟他會比較偏向 比較 發力會比較穩一點 那是他開始會有一點 延綿不絕 然後但是 呃 老實講啊 呃 像這種類似 直層文明的 基本上 大家都覺得說 無直層文明 封建去打他就好 但是其實 對於 其實我覺得沒那麼容易 EVEN其實今天在真山選手裡面 他打的META都一樣 但是有些人真山也是防不下來 有些是可以防下 這個還是看 雙方在同一個位階的遊戲理解上 還有再來就是操作上嗎 再來就是 有時候會有運氣上的問題 你前經後經會影響到你非常多的問題 前經後經前果後果 還是 你鹿吃不吃得到 豬吃不吃得到 好這些全部都是 因素 一個即時策略不是只有 戰術而已 他牽涉的東西很廣泛 肉目金石都是這個遊戲 其中之一的考量 然後包含你的遺跡 分布 離你比較近 離你比較遠 其他野外資源 就我剛講的肉目金石 這些都是 需要列入到參考值 裡面去 但不是那麼容易 OK我們看一下 阿米亞這裡 我們的阿玉布這邊是直接上了這個 軍事偏電喔 帶來的這一隻 駱駝 沙漠掠奪者 遠近攻可以切換 但是由於東風谷這邊下了是我們的這個 克林母銀弓 克林母銀弓 所以基本上他的視野相對就是有一點類似皇宮 中國的皇宮 他是非常寬的 所以基本上你不容易去 這個不容易去達到說 你繞過來不被看到 你很容易被看到 而且這邊我們看一下 東風谷這裡這麼偷阿 直接偷了一個2TC 然後在5分 半之前就直接壓下去 哇這邊可能要 變成是這樣 硬蓋喔 新的村民出來蓋 然後舊的村民 這個拉去城市中心 下次一樣 這個可能要非常快 非常快 那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 螺絲可能做得到 那變成螺絲等一下必須 要打一波封建 因為 我的感覺啦 我的感覺必須打一波封建 他基本上他就馬上出來吃豬了 我覺得這必須 可能必須要打一波 因為 等一下 艾布斯會直接走一個直層 那基本上 帶2選1吧 A或D吧 不管是走晶片的A拿八村 然後再加額外的一百果 或者是 文化偏店 那基本上 我在猜 如果要偷到 羅斯要這樣偷到上層 可能就會直接被一波推掉 所以基本上 我認為啦 應該 是必須要打一波 必須要打一波 即使你不打得很用力 你也必須給對方 一些壓力 因為其實 兩邊的一個狀況 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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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對方 喔沒有 我們這個 艾布斯下了兩馬就 繼續生產 這個 沙漠律羅者 那這樣子的話 好像會有一點 陷入對方要的一個 節奏 好 艾布過來 塔弓啦 直接塔弓 羅斯 哇他的村民 差一點差一點掛掉 我們看一下這邊 還有沙漠律羅者一隻 然後這個圖大部分開雙TC有些人會是這樣開 在另外一邊 然後開在後面 那像這樣的開法就是為了速踢 然後不被干擾 好我們看一下這邊的 冰冰 所以你看這個沙漠律羅者 他的進防 其實算是非常強 除非你今天是 他因為他遠防低 所以變成 是要用遠防的方式去打他 挖艾布這裡是目前看起來開始囤資源 準備要上一波了嗎 還是沒有 現在挖到 兩百七十多斤 如果艾布這邊都已經開一下鐵匠布 那我覺得 可能不一定會這麼快上 那他有可能在 中期 封建中期這邊是用 沙漠律羅者 那這樣子我覺得 反而螺絲壓力就沒那麼大 螺絲反而可以邊農邊 邊上層 然後出一些 少量的單位 我們看一下 在這邊 算是限制螺絲的一個 經典 那螺絲這邊還有另外兩邊 然後他插在這邊其實非常好 因為他這邊其實還有布 這邊還有布 沙漠律羅者 這邊也有布 那左右兩側他都有布 目的就是 這邊的 黃金 這邊的黃金 目的就是不想被 被 就是讓螺絲的村民走不遠 好我們看一下螺絲這邊 還是 劍端的叫出 這個民兵出來 捧一下對方 給對方一些壓力 這邊又派了一村過來 難道是要在 第二次要塔這邊嗎 他的 其他附近嗎 我這邊沙漠律羅者 顧得蠻緊的 東風谷可以說 他自從補了2TC之後 其實走位都被限制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邊 對方 阿歪布這邊算是 目前 徐萊爾有圖控 這邊也是 螺絲的刺猴也都看得到 我們的克林母靈宮 那這邊的話算是 剛東風谷溜出來吃果的村民 然後直接拉這個村民 趕快來這邊踩進 那看起來東風谷這邊 是準備要上一波囉 然後 東風谷這裡 喔好像 意識到對方 對方有出 刺猴出來 東風谷這邊拉了豬過來 搞差 這個其實在高端選手裡面 一定會用的喔 你一定要學喔 這個基本上是非常有用的 你只要射豬去搞他的村民 讓他人養麻煩 就是盡可能的方式去 去處理掉別人 而且他剛剛還砍掉人家一村 東風谷這樣東搞西搞 這邊也砍掉人家一村 剛剛別人的進攻 哇這邊實在非常的 東風谷沒有出門 搞掉人家的四村 當然不包括他剛才可能蓋 來這邊蓋塔損失掉了喔 然後 阿玉布這邊還傻傻的 繼續出兵 這個阿玉布真意的一位玩家 我們看一下這邊有塔 這邊似乎 羅斯的塔比較硬喔 早期 你想要靠這個刺猴來 解決這些問題 是沒有辦法 我們看一下這邊 高等貓會所 下去了這邊有無限的鹿肉加黃金 這邊又被抓一波 又要準備射你村民喔 這邊 但是明明也來了 明明也來了 明明來了 這邊再拉回來蓋 繼續叫 小光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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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阿玉布這樣子的封劍 其實沒有打到非常兇 這樣子可能就變成 羅斯有機會上 但阿玉布現在目前這邊 就有一個很尷尬的僵局 那 羅斯上了之後 基本上就是換他先搬一擊 那這樣子的話 可能就不好處理 我們看一下中間這邊 這邊 的露點 阿玉布在這裡蓋軍營 準備產槍兵 等一下要防堵 羅斯一波 這個 金馬 但 我認為可能不一定第一時間出金馬 可能是出裝布 裝布女兵啦 對面是有駱駝 金馬可能出一點點 可能是 繞村的方式 好我們的 羅斯上了 很暴 實在傷 好雙方 是59吋比39吋 軍師單位 羅斯現在是零啊 對方現在有12隻 雖說這12隻還沒辦法產生 立即的效用 但是應該是 足以推 這個衝車啊 其實我覺得 剛有 好有有有 開始推了開始推了 阿玉布這邊 但是他的黃金也歸零啦 我們看一下阿玉布這邊是上了城堡時代3之後馬上推一台這個我們的蘇丹塔 然後 古拉姆這邊是不是趕快要出來了 好我們看一下這裡 中間阿玉布是趕快拉了大量的村民喔 搶一坡肉 搶一坡肉 然後輪軸這邊他好像也有事先先拿 雙方 羅斯就不用講 羅斯基本上也是一定偷一個輪軸再說 加上這邊有成功偷到一個T4 其實我自己對 對上阿玉布要這樣 偷一個雙T其實蠻難的 因為 很容易偷了就死了 像上次我偷了就死了 那 我覺得 可能 如果沒有那麼有把握 就變成是 像 對付這種 職神比較快速的 就盡量 盡量不要這樣偷 或者是 的偷法要稍微改變 哇這蘇丹塔是非常的硬喔 那扭念武炮這邊 有選擇點出來 但是這邊有一點在跳恰恰 因為對方這個蘇丹塔的問題 喔從右側這裡來 這個黃金點被限制住了 但是同時左側這邊 他也把部隊撤回去了 那我們現在 羅斯這裡的 軍隊量還是偏低 還是偏低 但原本以為阿玉布可能會稍微弱後 但是他那一波趕快加速吃肉 現在不一定是落後的 我們看一下雙方的 等一下準備可能要搶一波遺跡 其實阿玉布還是非常強勢 你看邊打他還是可以邊上 然後 加上這一季的 比如說敗戰艇有類似這樣的一個功能 那羅斯這個原本也是 屬於S級文明 在這幾季當中 就稍微 沒有到以前那麼強勢了 那民兵券這樣子 陸續修改下來 我覺得阿玉布之後 的駱駝 可能 上了 我不知道 我覺得這個駱駝會不會第一時間出來 還是會有點類似日本那樣子 就是 或是英格蘭國王 就是蓋好之後開始生 就是 給一段時間出來 但是因為他的 智慧宮不是生產的地方 所以 我覺得這一點會不會改 但不一定 我倒是覺得不一定 有可能會改的是可能 給的時間 如果 拉長的話 那這個就不一樣了 基本上 下一版我個人感覺有可能 班廷也稍微被調整 阿玉布也有可能 好我們看一下這邊 頭車 左邊這裡有 裝部阿 這邊被抓到啦 對方還想要 繼續封 這個 螺絲的黃金 這邊的話 後面有努兵頭車 加上這邊有一座塔 那這邊還有負TC 這邊說真的這個見證要闖進去 非常難 這一張圖感覺 似乎有機會可以這樣打 因為之前也看過 用雙TC 雙TC 的方式 打傷圖 然後反而是對上一個更強勢的文明 真的 用英格蘭 一樣是這樣子的方式 但我覺得那個是操作就是 又不太一樣 當別人如果要打一波的時候他要怎麼防 這是一個重點 好我們看一下 對方已經到36軍師單位 攻攻給這裡才18 但是他的高達18村 現在有非常多的木頭 我是沒有辦法被花掉 現在最大的一個問題 還是在於他黃金 沒有辦法取得 槍兵的部分 哇 這裡被 駱駝硬解掉 但是也成功解掉對方的蘇珊塔 這邊繼續在叫出我們的螺絲民兵 弩兵不斷的在我們的這個主TC跟特努力攻下 直接持續做輸出 我們看一下艾布這邊 哇高達快20村 哇 20幾村啊 20村喔 好這邊闖得進來 不過這裡的 這個弩車是有保存下的 趕快往後一波 我們看一下這裡 現在整個圖控可以說都算是艾布 艾布這邊算是 整個 算是 整個圖都他的 羅斯身為金馬國 尤其對方是駱駝國都沒有辦法 這個村民現在要做一個大逃難 那現在的一個問題變成是要產槍兵嗎 加上現在主TC附近也沒有城堡 沒有辦法安然的去做一些事情 現在這邊繼續在加蓋 軍事建築 哇這一波說真的知道怎麼擋啊 這個時候的 阿衛布這一招其實可以 幾乎保底上賺喔 就是 基本上他這一招就是這樣 就是 源源不絕的一直過來 源源不絕啊 甚至他的村民就是 過那8村之後就是會這樣 就是一直一直衝一直衝一直衝 但是 看起來羅斯這邊不是非常 像英格蘭那樣的一件 有見證喔 但反而這邊的阿衛布是 選擇撤退喔 沒有繼續在裡面扛劍 一般的玩家在剛剛那個狀況喔 在東風谷剛剛這個狀況其實已經 有點接近投降 那現在木頭那麼多是 感覺是可以轉一些填起來 乾脆就轉在TC附近吧 然後可能多蓋一些塔 甚至是不是要趕快挖個石頭 現在黃金的點喔 其實非常難 非常難取的 那這邊的話可能也挖沒多久 一開始就沒辦法挖 然後甚至如果這邊再挖一個城堡 該這邊 讓順利可以吃這個金 或是外面這邊這個城堡 感覺會舒緩一下 剛剛已經挖掉這邊的 感覺是不夠 現在要斬一個城堡可能難度非常高 這邊駱駝又要進來非常的煩 繞一個視野死角 現在時間來到了20分鐘 我們看一下雙方村民80比57村 這邊幾乎是全部被顧起來 全部被顧起來 正面這邊 我們看一下阿里布又繼續 濃一波 但是遺跡的部分 阿里布這邊是沒有要撿是不是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邊 左側這邊繼續 吃鹿 阿里布這邊要是 吸乾了所有 這一區的路跟果之後 他的攻勢會還下來 為什麼因為他 沒鋪田 他還沒鋪田 但我覺得這一波 這一塊已經算是最後一塊路了 這個 除非他來這邊 來這裡吃 這裡吃 但是這邊都很接近敵人 這個 敵軍這邊 甚至這個路 我不知道 但我覺得這樣子沒鋪 大概是沒有鋪田 這種打法就是有一點 怎麼講 其實天梯 世代的天梯一直存在這種現象 你不能否認說 RTS本身就是有投機的 這個戰術存在 就是他不去練任何的 這個 比如說什麼 前中後期 大後期 不要 他就是要打這種一波 或者像惡圖曼這種一波 或是類似今天阿玉布這種一波 他就是吸乾所有外面的東西 他就是打這幾波 這幾波他沒打下來 他就直接投降 是 很有可能會發生的現象 就是很有可能會發生的現象 那蒙古是比較例外 蒙古他是 有一點 算是蓋 蓋牧場的這種 東西 然後 比較像的大概就是 之前比較好爬的大概就是 瑪莉吧 瑪莉 阿圖曼 加上這個 現在的阿玉布 你看這個阿玉布你可以 基本上這個阿玉布 增益玩家我覺得 百分之百啦 應該 應該是外面的食物 偷完了他就偷了 因為他這種 擺明的就是 就是打這幾波 他就是打這種 比較偏投機的方式 那你也不能說他不對 基本上這個是對 這個是也是戰術的其中一環 他今天有成功他就一直上升 他可以上到真一 就是 這個就是遊戲機制 這沒有辦法 那 怎麼把他選 這個機制 把他弄得更好 所以就大概選在 那你看這一次 的阿圖曼反而就又沒有人要選 蒙古也是 哇這邊雙方扭利弩砲 護色對方看起來也沒有占到便宜 這是他最後一波攻擊 不然等一下他留這麼多的木頭 不然就是基本上要趕快 轉 這個 田了 其實 羅斯這裡也非常痛苦吧 每次軍隊還沒 還沒 還沒 整個機起來 或是公共機 就直接被換光 你看阿圓曼這邊 阿圓曼直接點一下投降 GG 果然被我猜到了 這個基本上就是投機戰術 這是 我也不能講人家投機 那基本上他這個戰術就很明顯 看出來就是 我野外的支援全系幹 我沒打下來我就投了 因為後面就輸了 後面 人家 短田了 那人家有雙Tc的監禁 然後結果你還在 560吋 那人家接近快100吋 你打不進去 那就是輸了 那像這種戰術的方式 你比較不容易看出來 他到底 可能跟 就是比較 到中規中矩的那種文明玩法 比如說在他各個時代中規中矩 可能什麼時候要轉田 然後這時候 不知道要做到哪 那一種你比較看不出 這樣子的玩家 他到底 在基本功方面到底是怎麼樣 你可以看他木頭非常多 那為什麼不做蟲蟲 是不是 這非常奇怪 他木頭很多 為什麼不做蟲蟲 那如果他今天做個六七一台中車 把他木頭花乾 是不是可以 基本上 如果以一個 比較投機的玩 就是 比較 比較 基本上比較扎實的玩家 基本上他應該是 肉木金都會花非常乾 尤其是iWoo這個文明 他如果真的硬打 要打這種策略的話 其實會非常恐怖 而且是 基本上也是 你很難防 我說真的 登山選手在玩阿育蟲 前幾個 這個賽事文明 大家也看到 MT玩那些 阿育蟲多鬼啊 是不是 人家是不是也是在外面吃 但是他也能夠創造出這種價值 反而相對 另外這一位玩家 你就可以看到 有一點在投機的玩家 去玩這一套 你就可以馬上露 他就會露線 說哪裡 是 不太行 那哪裡 是可以 哪裡不太行 那就是很明顯 大家在這一局 其實就會看到 OK 那這也沒辦法 東風古技 基本上我覺得他還是比較 軍盆型的玩家 就是 他在前中後期基本上都有 長期的磨練過 對面這一個 阿米亞玩家 基本上我覺得是比較偏向 猴肌型的 OK好 那麼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大家可以 這個多多支持頻道 阿油部 基本上就有這種玩法 如果你喜歡玩你也可以玩 沒有說不能玩 本來天梯就有這種機制 只是我這樣講可能有些 可能會惹人家不開心或是 或是 對啦 就是 但是他就是機制的一種 大家就去 接受他 那也可以 希望大家幫忙點贊 推播 訂閱 感謝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